大家好,我是楓葉 今天給大家做一個冰糖醬鴨 這是我買了兩個新鮮的鴨腿 一個大概是差不多一斤 然後我們先要把它洗一下 是法國的鴨子 我放一點點鹽 因為它們去的毛和血水不是很乾淨 所以我們把它好好地徹底地洗一洗 好,現在我們把它洗乾淨了 然後用廚房紙把它擦乾 然後看看有些沒有摘乾淨的鴨毛 我們可以用小鑷子把它摘一摘 簡單醃製 醃製之前呢我想把這個皮用刀把它切成花刀 然後在煎炸的時候會更入味兒 不要切得太深 基本上把皮切破就可以 然後再斜著過來 放鹽 我願意用手這樣做 我覺得這很均勻 兩邊胡椒 放兩勺蜂蜜蜜 這樣煎製的時候比較容易上色 好,用手把它抓著勻 然後放置冰箱靜置一個小時 我介紹一下今天要用到的料 冰糖葫蘆 料酒 香葉 大料 桂皮 老抽 生抽 冰糖 蔥薑蒜 一點香菜 好,我們現在用一個稍微深一點的鍋 鍋已經熱了 不用放油 因為我們的鴨子有足夠的油 可以直接把鴨皮放在底下 我們整個過程都是要中火慢煎 你看這個鴨子油非常的多 它現在已經很粗油了 然後我們就還是要慢慢煎製 再弄一下 然後均勻受熱 油的煎量可以蓋上點 現在我們翻一下 翻一下它的底部 你看已經是焦黃了 非常好看的顏色 再繼續煎 每面大概煎一分鐘左右 你看它已經現在很亮亮的 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把生抽倒進去 炒抽 料酒 我們可以倒上 之前燒好的焦水 好,倒著鴨子一半就可以了 讓它還是中火燜燉 現在大火燒開了 我們現在調至中火偏低 然後煮大概半個小時 因為這個鴨子腿是比較大的 差不多一斤一個 40分鐘過去了 然後我們感覺一下 現在是基本上可以的 現在我們可以開大火 慢慢讓它收汁 用勺子一直給它往上面上色 你看看現在顏色非常漂亮 湯汁也基本上爆光了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出鍋了 我要偷偷告訴朋友一句 我剛才加了三個小辣椒裡 因為我家是無辣不寬 如果您願意的話 隨著您的口味也可以增減 現在關火出鍋 鮮香微甜的冰糖醬鴨就做好了 朋友們如果您喜歡 請關注我的視頻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楓葉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Goodnaptiste 拜拜